離譜 最緊撞死人 波形三輪車5公里 彰化縣昨天清晨發生一起死亡車禍 造勢車輛擋鋪玻璃 撞出一個大洞 車頭保險桿也明顯毀損 死者是80歲老翁黃志轉 他的三輪腳踏車更是被撞得稀爛變形 造勢駕駛是西湖警婚局41歲警員劉昭虹 離譜的是 他昨天清晨和朋友喝酒後 進知法犯法 酒駕開車 撞上老翁所騎了三輪腳踏車 造成老翁傷重不治 三輪車卡在車裡 他醉到渾然不知 能開上快速道路 從彰化浦欣一路拖行了5公里 開會住家才被他父親發現 罪警才驚覺自己造勢 警方對罪警九側 發現他的九側值0.63 超標1.5倍 警局事後立即將罪警停職 並依公共危險 造勢逃逸 過世傷害致死等罪移獸 動新聞彰化報導 警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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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警察